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 你们好 今天我来回答好几位朋友的提问 有好几位朋友在问我 他说我家的小鸽子 这个翅膀这个毛呢 长得不顺 是翻起的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呢 翻翅 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给他带了特别环 没想到十几天以后 他的翅膀那个毛呢 外翻 这是怎么回事 这样的鸽子还能不能打比赛 因为他给他带的是特别环 假如要是不能打比赛 那个特别环也就废掉了 今天就这个问题 我简单的和朋友们说一下 小鸽子在生长过程中 为什么会翻翅 绝大多数的小鸽子翻翅 是独苗 也就是说呢 一对父母鸽子 只喷这一个小鸽子 一个是父母鸽子会喷 有的鸽子是很会喷窝的 很会喷小鸽子的 还有第二个呢 小鸽子呢 它自身的吸收能力强 消化能力也强 它的身体棒 它吸收能力好 能够吸收充分的钙质 它长得比较快 比同二龄的鸽子 长得多快 长得大 由于呢 是独苗 它缺少呢 相互挤压 翅膀呢 最容易外餐 总的来说呢 还是一样过剩了 因为它吸收能力好 如果这只小鸽子 自身吸收能力不好的话 它也不会出现饭吃 那么如果解决饭吃 最常见的办法啊 在这个窝里面呢 给它放上一个鸡蛋 这小鸽子的活动呢 就受到了限制 这个鸡蛋呢 也挤压了它的翅膀 因为小鸽子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是像这样的 它也会掉转头的 像这样呢 它受到了挤压 它的翅膀呢 就不会外攀 如果它再长大一点 怎么办 这个鸡蛋显然是小了 可以在这里呢 放上半块砖头 小鸽子的空间小了 它的翅膀又受到充分的挤压 它就不会出现饭吃 现在我再说一说啊 饭吃的鸽子长大了以后 能不能打比赛 通过我自身这几年 试验的结果啊 饭吃的鸽子 不要去打比赛 飞不好的 绝对飞不好 因为我有过几只鸽子 从小是给它二度一的 出现了饭吃 它以后呢 是长好了 翅膀也收起来了 羽毛呢也长顺了 到打比赛的时候 确确实实的不行 基本上三百公里 就来回来了 回不来了 管它长得多好 骨架就是再硬了 翅膀瘦得再好 羽毛再顺滑 回不来的 我一共有三只鸽子饭吃的 我都做过试验了 让它去打比赛 其中还有呢 一只是特别宽 也不是说这个品种不好 它还是我家的芬妮卡 通常比赛 另外一只鸽子飞了三百公里 十七米 五百公里飞了十二米 它的身体 它的骨架 长得比那只鸽子还好 还健壮 它就回不来 你要说血统吧 它们是同父母的 上下窝 一个肥高位 一直回不来 确确实实的 回不来的 朋友们 今天我就简单的说了一下 小鸽子出现饭吃的原因 以及怎样防止它饭吃 饭吃的鸽子 可不可以打比赛 谢谢了 再见